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人家是监总 今天是10月28号2022年 今天是我的生日 七十五事 今天我在这里做一个生日的生日学员 因为我这个牙拔了牙了 中美会晤的最大障碍就是如何解决中国台湾问题 经济竞争和合作问题 科技产业链控制问题 人才竞争问题 数位经济和落实四分领域 的战略结构问题 台湾以后的部分台湾台湖和独台人士 以及台积电牵肠问题 这些都是新照文宣 我参加美国的中期选举 做了这么一个speech 我今天戴着口罩的声音有些不够回唱 我本想戴另外一个帽子 这个是民主党的帽子 这个是共和党的帽子 这个共和党呢 我呢是双重身份 我既是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 也是美国共和党的支持者 所以呢 我今天戴着口罩的帽子 就准备了中期选举 那么我先从我自己的麦克弓的 麦克弓的 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这个 我呢 我首先呢 我是中美关系的受益者 这个 我是那个台湾生人 这个 在1947年28世电子 我是台湾生人 所以呢 我是 但是呢 到三岁的时候呢 三岁的时候呢 1949年呢 然后 那个 呃 就是二十八世电以后 因为我生的那一年就是17年二十八世电 二十八世电子 我母亲呢 在那个台湾省 颜丑专卖局 做那个文员设计 我父亲呢 我父亲呢 在台北 原来在台北那个汽车技术学校 后来呢 就 通过朋友的介绍呢 就到了 我还是坐下 因为那个视频啊 看不见我 啊 然后呢 我父亲呢 就到了台北物事区 啊 台北物事区那个 金厨口客 做客场 啊 这一乡里 我戴着口罩有点 一个说话呢 有点气转 气转转 那么 那么 这个形象不太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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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哈 那么 那么 这个 这个 我看着陈慧清在 看着我 我说これは 你很喜欢 我员 谢谢你了 陈慧清 啊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大花府山民主义 宋中山山民主义大同盟的朋友们 还有大华府的黄埔同学会的会员 同学还有相亲 好朋友 大家在这样的机会上见了一面 不用这个生活的时候 我想给台湾的冲谋划色 划冰 划冰 冰飞机 现在划干涉为运河 那么我今天在这里 同时也面对着白宫的拜登总统 还有中南海的习近平新当选的二十大的党总书记 将来也是未来的国家主席 还有军委主席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话 就代表着在大华府的中国 中华邻国才能在这里做一个speech 所以我很高兴 陈卫星能够和我在一起在一起担当 Mere together on we go 一起向未来 我们看看我提出这个方案 能不能够画干涉为运河 是不是比马云九的方案好 比蔡英文的方案好 我认为比习近平的方案好 比习近平的方案好 我认为也比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好 一个中国的政策落实到备 要比美国现在正在研究的台湾政策好 为什么呢 首先要化解矛盾 什么矛盾是什么呢 你现在 矛盾是 拜登做了四步一无一承诺 但是自己又违反这个承诺 美国签订了这个1979年呢 签订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后来又签订了上海公报 这个呢 又不按照这个817公报 又不按照这个公报的执行 这个叫失信于民 失信于天下 失信于中国大陆 失信于中国台湾人民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呢 这些呢就是下策 下策 为什么说下策呢 因为它不能解决问题 能够维持现状 现状是什么呢 我想呢 现状是中美关系将军 现状是呢 中美两国元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你跟说的一句话好 叫做政府不能解决问题 那么就是政府 就是最大 本身最大的问题 问题本身就出在拜登政府 习近平政府 在台湾问题上的处理这个问题呢 处理的这个 如今这个 包括 邓小平 提出的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方案 包括习近平 包括江泽民提出的 将八点 没有发写 两岸的认知 对于中华民国的认知问题 因为主要的问题呢 没有找到 这个 弄好 这个弄好 解决台湾问题 弄好是什么弄好呢 就是联合国宪章 和联大的二区法律 因为啊 我们在发写这个 除非现在是 现在是 两岸宪章是什么宪章 两岸宪章 就是中华和平国内战的宪章 内战是 从1945年 在日本投降以后 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呢 进行了重庆谈判 签订了双失协议 就是停战协议 这个停战协议 本来就叫做战争结束了吧 但是又 就是 内战又为了地 签订了战争协议 就是为了地面的一战 但是1946年就开始 南事变也好 建军大别山也好 终于我 begin这次 都开始围剿 国民党战在美国武装胎 发了版军队 就开始围剿 这样就产生了国共内战 开始国民党军队是大过全胜,全线进军,就像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一样,准备了几天内,很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乌克兰全线。 但是实际上,因为大陆和互相不一样,因为有一个很广大,包括包围圆,还有大碟山,平津大碟山,还有东北争基地,这样就有这个回旋余地,这个变成了一个殖滅战,就变成了一个运动战。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一个是积极进攻,一个是积极防守,在这个战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小米加密步枪,这个博弈当中,这个战争当中,内战当中,经过了三大战役, 涼省战役,这个是淮海战役,还有一个是中江,一个是平津战役,这个样子。 然后台湾军事过大江,人民解放军带领南京,这个样子就形成了这么一个, 这个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部队呢,在这个整个大陆呢,就变成了一个全线规则,然后叫做转禁台湾吧,我们说的好心一点。 因为我父亲当时呢,也叫做,因为原来呢,我父亲是国民党第一陆军军官学校,在哪里,在湖南,湖江,第五期学员,那个都是美国的教官,所以我父亲的英文还比较好,因为我父亲呢,我再说一句,我父亲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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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国民主党,这个,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所以呢,嗯,在罗斯福去世的时候,1945年,4月,我父亲在,那时候在,嗯,这个中国联征军呢, 运出战略物资 就在印度加尔格达安 开了巨岛会的时候 我估计代表了中华民国远征军 国军在那里做了一个speech 就是纪念和追导 布兰克林罗斯普总统 感谢美国人民和美国总统 美国政府对中国抗认战争的支持 并且感谢美国罗斯普总统 扶持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护援国 安全领事部的四大国之一 然后帮助中国落实 修复台湾 修复东北 修复南海 并且开派船就南海探测 这个呢 作为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 美国人民和美国罗斯普总统 包括美国民主党 共和党 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这一切 这个国家统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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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这样一个 最初的这个战后的一个工作 那么1945年呢 同时参加这个 这个联合国签字的 也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叫董地武 董地武在签字里说过 我代表中华民国 因为中华民国 董地武 就是蒋介石 蒋东正总统呢 签 这个 颁发了一个签字证 他有一个出席联合政 国大会的一个代表证 那么这个代表证 就是董地武这个代表证 是代表的中华民国 所以 中国在联合国注册的一个国家 的名称 就叫做中华民国 至今呢 这个中华民国还在联合国 23条 联合国宪章的23条上 2758号决议呢 开中民意 第一句话 就叫做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 大家 包括国民党蒋介石 包括马英九 包括李登辉 陈水扁 这些台大的法律式的毕业生 包括现在蔡英文 包括是还自称是英国的什么法学的博士 我认为对于这一句话就没有搞懂 我认为对于这一句话就没有搞懂 台湾就讲习近平习败会 就是首先要法力优先 事不宜没有 落实事不宜没有 然后才能有 落实联合国宪章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矩 现在谁在乱这个规矩啊 现在我相信我看到这个安同尼布林肯 这个国务卿就对这个宪法 对这个国际法 对这个 在乱过宪章 我觉得是一知半解 也许他是年轻 我今天就是班门弄糊 拜登说得好啊 你在美国这个地方 人人是平等的 我可以挑战 挑战谁啊 挑战权威 挑战我们的政府 挑战美国的政府 挑战国务卿 挑战President 拜登 挑战谁呢 挑战中华人民国务国家主席 但是我在美国啊 所以我平常目击 我也挑战他们的 因为我进水楼台先对越 我只有先挑战 不明显 挑战 卓拜登 我给拜登来出谋划色 看我的主意好 还是卓拜登的主意好 还是沙利文的主意好 国家安全部位的沙利文的主意好 我认为我比他们的主意好 拜登是我的老朋友 我都不愿意 因为什么呢 我和拜登总统啊 副总统 当时长年 当年呢 才是副总统 就是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 奥巴马是2008年 就任这个美国的 多少人的总统 我和奥巴马呢 从一开始 到最后的八年 比如米歇尔奥巴马 布林肯 还有德尔·拜登 都是好朋友 我能遇到这样的贵人 是我一生的荣幸 首先我应该感谢 主要拜登 感谢 川普总统的奥巴马 你需要 应该感谢第一夫人 你需要奥巴马 他们对我的关怀 鼓励和点拨 引导 我才能有今天 所以我今天戴这个蓝帽子 我戴这个蓝帽子是因为什么呢 今天我再说一点 因为我提出了一个 我给共和党的 2007年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给小布什总统提了一个建议 建议什么呢 因为我作为一个企业家 是微观经济的管理 我对着美国的生产 基础建设太差了 我刚来的一脸下车一时 我就感觉到这个美国 什么比我想象的当中 有好的地方 有差劲人意的地方 特别是基础建设的 像不客气的说呢 因为电线杆子也好 从事建设也好 它比较弱 它有很大的潜力 我就想我就着急 一样 因为我的孩子在这里 到了美国这个地方 他们将来 我的实质属性都是美国人 他们将来我们的政府 为我们美国的今天和明天的建设 打下了哪些基础 我觉得基础没有 现在基础建设不到位 我当时就给提出这个新美国人 新美国城市 新美国形象 英文就是New American People New American Citizens 不断的提高全体美国人 适应这个时代 现代化的综合速度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美国人 享乐主义 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 福利主义 这个生产力的效率 比乡的效率比较低 当然来讲呢 别人说是高科技了 不需要那么高效率 那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呢 缺诈多数都不是搞得特技费做 缺诈多数是搞得基础的劳动 包括城市清洁啊 城市的苦衷工作 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钱 但绝不承诺 放弃食欲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广大的台湾统合 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 滚滚向前 祖国完全统一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这个地方叫做 国家统一 国家统一 有六个部 这个本身的 叫Fills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原来五十年前 五十年前什么也没有 1960年开始 开发的 最高的 我们这个 我住这个楼是最高的一座楼 沃沈通尼亚塔尔 就美国人的灯塔 我们这个地方叫灯塔 华盛顿里面的灯塔 就是指路的 就造成这个 指路方向的 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做到这个情况 我看到美国 我这十五年来 我已经走了很多 在美国的公园 国家公园 还有州立公园 很好的资源 很天然的风景 但是基础建设 很惨旧 破旧 最败 而且人员稀少 这个时候就 牵扯了一个平静 美国一个是要解决建设的一个规划 缺乏规划 缺乏 plan 所以我就有了这个一个goal 这个goal就是新美国人把美国人的 点拨美国人的激情 把这个火点起来 第二个呢 就是具体干什么 人有了这个干劲和提高这个素质以后 干什么呢 就应该建设搞基础建设 搞城市建设 不仅是高科技 高科技只有少量的人 它就容不了这个大多数人从事的服务行业 从事的基础建设 从事的贸易呀 商业呀 服务啊 包括卫生啊 这个 所以呢 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不是一个台积电 不是一个半导体 而是搞这个城市建设 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电线杆 我们的通讯设备 这都是我们要搞的事情 要搞的限制的事情 所以呢 在这方面呢 你一步跟不上 步步跟不上 失联呢 就一个很大的差距 所以这个就叫 G2SET 美国是个兔子 跑得很快 但是后面这个 中国是个乌龟 也好 一个 但是这个这个 跑得慢 但是不转的前进 就敢超过了这个兔子 兔子在这睡大觉了 我觉得现在美国在基础现场上睡大觉了 我们的公路也好 270公路也好 这个时候都封了 都是几十年前的公路了 所以呢 然后我有些焦虑 当然我这个叫奇人忧天啊 但是我的孩子在这里 我已经不能够为这个美国的做哪些事情 后来我就 又有一个改变美国的城市的形象 叫做New American Image 这是我的三个构 我这三个构是2007年这个十月份 就是现在啊 我的外甥生下来以后 这个感恩节地说给小布什总统 他认识的故事 给他提出来的 这个是可以考察的 这个最早和这个美国总统联系呢 是柯林顺总统 柯林顺总统访华 并且在那个北京大学啊 上海大学那个做那个访问的时候 在先到的一站叫做香港特区 我给香港特区 因为刚才我是香港高山局的发展公司的经理 Manager 我写了一封信给了这个董建华特首 请他转交给柯林顺总统 这个我相信柯林顺总统收到我的信 因为董建华这个特首呢 是办事非常认真的 他也给我有回责 我看到了他给我的回责 这个我就有档案可以查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香港招人机的 我是香港视频 所以那个 所以呢 我和美国的五个总统 五届总统 柯林顿 布林肯 法国的小布希 奥巴巴总统 然后特朗普总统 还有拜登总统 这五届总统 我都上下出所保持着联系 所以我都是他们的学生 也是他们的伙伴 也是他们的支持者 这个美国哈布大学有一句话叫做 我爱我吃 我更爱真理 所以美国的四个大学 有一句话叫做 埃格尔森也是 true 就是立心求真 就是追求真理 因为真理比总统的利益 比真理把全体人民的利益 比总统的利益还要高 所以我们都是在探索这个真理 世界上没有还原 只有真理 这个真理才能够 才能够说服人 才能够掌握人 只要他能够说服人 才能掌握人 他就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 这叫做什么呢 这个就叫做探索真理 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呢 我来的时候呢 就给我这样的机会 让我能够展示不一样的风采 特别是在白宫面前 在总统面前 在美国的经济 这十五年当中的经济发展 一切社会活动 我都可以参加 包括美国国际战略智库的 CSAS 就是国际战略智库 我也经常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每年的 每年的这个 independency 我都去参加 每年的每一个节日 我都参加美国的活动 特别我比大家更重要的一个活动 就是每年的这个清零节 我都要去美国的一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布兰克林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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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福 纪念馆 去纪念和召念 罗斯福总统 因为我父亲去世了 我见到罗斯福总统就像见了我父亲一样 因为我父亲长了 就长了 Facebook 这张脸 所以我问罗斯福总统的脸 有些相像 所以我父亲是罗斯福总统的学生 他最后参加了美国的资工堂 也是罗斯福在中国大陆的 也参加过中国的资工堂 资工堂就是美国的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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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他是罗斯福总统那样 所以我父亲呢 我就接近我父亲的 这个职业 每年都去 2007年到现在15年 我每年都 去青年天 都去罗斯福总统了 去 Memorial 在那里 在那里 唱唱我的 我这罗斯福的怀念 感谢罗斯福总统 对中国的历史的帮助 我们人 我们中国台湾人 我们中华民国 这个二战的老兵的儿子 这个 这个 我向他致敬 我再给他 除了这一天 齐民节这一天 除了我也愿意拍照 因为那个时候 正是 正是什么呢 正是美国的樱花节 我又 就给拍那个美丽的景色 就是 春暖花开啊 面对大 春暖花开 我的名字呢 不仅 我不仅给我起的名字呢 叫做 Ocean 就是 就希望我能不能 不要忘记 我身在台湾 同时呢 要有 大肯定的胸怀 这个 所以 我就 在美国呢 我第一个老师 是罗斯福总统 然后 我到了美国呢 最罗斯福总统的 这个 这个历史 学习 包括 他的母校 他的哈佛大学的母校 对他的 我们现在 我们 最担心的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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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本身嘛 也是 我回忆当时 他在 最早期的时候 也是 进行的 这么一番 那个 追忆嘛 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 自己的事 12月8号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钱 但绝不 承诺 放弃实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的选项 这针对的 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 广大台湾的 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 轮滚向前 祖国完全统一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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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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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美国原来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就是中国人 印第安人 印第 英地安人 英朝的英 英商的英 安阳人 安阳就是一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河南中原的一战 逐渡中原 后来私有打败了 私有的这个 打败的部队呢 就陆陆续 除过白领海 还有这些地方 从日本啊 从日本啊 陆陆续来到美洲 所以印第安人的 印第安人本身来自于亚洲 你看我们去参观 参观的印第安人博物馆 那些的文化 这个 都是面孔 都是亚洲人的面孔 所以美国是我们的老祖国 就是我们的英商 英商以来都陆陆续续 不断地走由 中国人来到美国 建设美国 我们是美国的开发者 美洲大地 包括南美洲 北美洲开发者 所以未来呢 未来我们一定要和美国人民一起 共同建设好美国 建设好这个 包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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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洲 建设好北美洲 南美洲 把美国的 这个一带一路 我们不叫一带一路 我们叫的整个大美洲大地 都介绍 在那个 在今年的时候 今年 罗斯福面 罗斯福面 我就提出了一个 T2 IDEA 现在变成T2.0 2.0 就是 就是什么2.0呢 就是我在 新美国人 小布什那个 小布什那个 那个 新美国人 新美国城市 新美国形象 那个情况 升级板 在上一层楼 叫做 T2 IDEA T2 IDEA 我现在呢 光讲不行 要有行动 我做了哪些行动呢 我做了哪些实际的行动呢 2015年 奥巴马那个 实在 我提出的 真一个 这个 New American City 就是 Reliber City 做了这么一个 计划 做了这么一个 就是说 T2 IDEA 我在这个 马里兰呢 已经十年了 十年呢 就是 2007呢 八年了之后 我做了巴尔地 做马里兰这八年的时候 我给提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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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中国大陆 赵商局 提交了一份 中美合作的 这个 New American City 这个报告 就给赵商局的 赵商局的 赵商局的 水果公业区的副总经理 叫 杨天平 他是和我的一起 到水果公业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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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的 开荒牛了 啊 我给他提了一个报告 一项书了 我们叫做一项书 也一个是 就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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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强金吧 十万强金吧 这个 我提了一个 什么呢 我把这个 巴尔金默港 巴尔金默港的 建设 巴尔金默港 是个很大的 也是一个 管理的 也比较好 但是 现在 啊 开发的 并不 啊 所以呢 他这个 这个 格局小 啊 他的活动力 他市场小 连小 如果跟中国联合起来呢 他就 变成了一个 拥抱式 太平洋 拥抱炸西洋 把这个 变成了一个炸的一个 啊 更大的一个 格局就大了 我们要把 先 谋呢 在战略上 在宏观经济上 我们要谋局 不是谋一个 这个 仅仅谋一个城市 不行 仅仅谋一个 这个 这个 当时我不认识 佩洛西 南西普雷西 南西普雷西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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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当年认识 这个 当年像今天一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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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如果我认识佩洛西 我就会 跟他提出 这个报告 所以 要有 贵人相助 我这个 plan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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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 贵人相助 所以呢 我这个 在佩洛西 访问 台湾的时候 我真想要把他 他这个 从前的国 我就真想拉他一把 把这个 将来 不是储备城市 而是 占领活作伙伴 占领活作伙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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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a 所以呢 我就变成那个 T2.0 这个 idea 那么 这个 现在呢 我就变了 到 那是2015年 20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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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呢 这个 因为2015年呢 奥巴马呢 已经到了 抢户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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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已经没有信心 再来实施 这个 这个 我这个 这个 大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奥巴马提出了一个 几处 几处 那谁提出呢 在 胡锦超面前提出了 一个 几处 胡锦超呢 这个思想是 比较保守一点 他想中国 郑小平说的 就是 韜光雅晦 不要出仇 不要争霸 不结盟 所以 他不敢和奥巴马来谈 这个 几处这个问题 习近平现在敢谈了 但是 时间就不对了 所以说我们的机率啊 总是说 今天 就是 要天时地令人和 要把它分在一起 这是个机率 是不是难得的 难得的 遇到的机率 今天我好了 我遇到了这样的机率 但是我没有power 就是我没有权力 但是我有权力 我有权力 我有个思想 我有个idea 听出idea 我的思想 我给 在今天也好 在过去也好 我把它传递给今天的总统 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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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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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给 传递给 President Joe Biden President Obama 传递给今天的 这个 未来的 啊 未来的 美国的 2024年以后的总统 我有这个想法 对吧 文字 idea 思想 它是不会灭掉的 尽管我以后 我人不在了 我不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 God bless me 他会把我的思想 给传递给后面 所以我 我很有自信 我自信的 是因为 奥巴马曾经对我说过 他曾经说过一话 我也记得很了 奥巴马说 一个人 中国人可以相信 一个人的力量 也可以改变世界 在争取自由 民主 法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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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道路上 一个人的力量 可以改变世界 我相信这一点 我相信奥巴马 我也相信 米歇尔奥巴马 我也相信 拜登 能够改变自己 能够改变 改变现状 也能够改变未来 也能够改变未来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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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到了美国的出心 那么 第二 现在呢 现在我们讲这个 第二 第一步 你要有这个初心,一成天下动,你有这个诚意,要看到中美之间的合作,可以办很多事。 这个第二次世界摸摸出,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合作,美国就不可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中国的军力,戳住了日本扩张的野心,使他们大部分的力量陷入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 就使美国的精力,帮助美国人民和美国的军队,在欧欧冲这个战争取得了亚洲战场的胜利。 因为只有中国坚持住的八年战争。 所以,如此乎是对中国的坚持,中国军人对中国的军队是承认。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的全国人,青年十万军,包括八路军、新世军,共产党的军队都是蒋介石领导。 后来,战后,这个分队不等于它,我们不埋没它以前的功劳。 后面这个事情,关于中国的内政,中国后来发展,包括中美之间的韩战,因为抗美援朝,韩战,包括越南战争。 这是因为,这个就叫做什么,打着一拳开,免得扁,百拳开,这个中美之间党的交道。 美国人也认识到了中国人这个新中国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啊,人民解放军啊, 它是在一个很艰难克服的情况下,无些很落后的情况下,落后就是挨打。 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下定军队心,无法牺牲,排除万难,不争取胜利。 这个是一中一山的精神啊,这个是很多国家没有,很多人,所以美国军队,美国军人在朝鲜战争,在外南战争,对中国军人是承认的。 我今天啊,讲的这个事情是历史,不忘了历史啊,才能开策未来。 中美之间呢,只有这样好起来,互相理解。 在1971年,这个尼克松的选择是一个民众选择,尼克松是共和党。 共和党开拖了这个,这个重新建立了这个。 把这个从冷战当中的走出来,建立的都没关系,那么我希望呢,特朗普也好,这是共和党的一个代表,成为第二个尼克松,我希望呢拜登总统呢,如果能够下定决心,认清形势,看到未来,你没有远离,必有金优,你要能看到能够走向尼克松一样, 挂过太平洋的卧室,能够像这个金门大桥一样,把这个手伸向太平洋的底下,太平洋足够大,融则下中美两国人民了,融则下两国政府,有未来二十年一百年的发展,我现在就看到了美国,太需要中国,太需要中国的建设,太需要中国的基础教育, 太需要中国的基础建设的实力了,我现在就讲,先讲我们美国需要什么,拜登总统需要认清我们,未来需要什么, 你只看到今天的台湾问题,那只是一个原初礼尖,特朗普是说的好,台湾问题只是一个原初礼尖,而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也好,中国的崛起也好, 中国对将来对美国这个建设,实际经济的建设,对美国真正的培养,对美国整个的未来和大业,这个美国这个大美洲,南北美洲的大联合大开发,是一支左右手,叫做无业同舟,这个无业同舟,如左右手,中国和美国如左右手, 中西方文,如左右手,就像这个是中国,这个是美国,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就像你搞个个人主义,中国搞这个政治一当里,国家全体主义,整体主义,搞社会主义,美国也搞社会主义, 这个民主党就搞社会主义,但是这两个性子不一样,所以不要把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就看成意识形态,就看成人权,就看成一个绝对,什么能够解放生产力,什么就是我们就要,就务实,就要搞什么主义,需要什么,需要个人的说,我们就要花每个人的,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因为共产生就是一个人改变世界的力量,我们现在,中国有三座大山,美国也有三座大山,台湾也有三座大山,美国的三座大山是什么,首先是思想上自己的霸权主义,美国人们自己的老大,这是一座自我封闭,过重自信的一个限制, 美国的第二座大山是基础建设,基础建设包括什么呢,这个从事的建设,这个是设定的,这个基础教育,特别是现在数位经济了,数位经济细极化, 什么香港五级啊,那个六级啊,什么建设支付啊,这些,所有的现在都需要数学,美国的数学的,中国一年就培养,这个多少万,七百万,多少万,数理工科的大学生,美国的理工科大学生的数量, 要比中国的理工科大学生,差得多,少得多,小得多,弱得多,所以美国在这个人才的储备上,就差了很大一个缺口,一个空档,这是四年的区乏呀,将来需要什么,将来美国需要建设一个强国,就需要大量的理工科学生, 不是要夸夸其谈的,搞印钞票的,搞金融的,金融的虚拟经济,而真正要搞的,要搞科学技术,搞卫星导战,这都需要数理化,美国在这方面的教育,现在是落后于中国,是资源上落后于中国,教育上落后于中国,就未来,这个就是一个,你基础没打好,就将来是地动山摇啊, 所以万上高楼平地,你靠的是基础,你一个,一个基础,一个不论基础,你盖不起一个大楼来,所以美国的房子,包括我们现在盖的房子,都是木制的房子,不是一个高楼大厦,真正的房子,它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基础就是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话,我们就要从这个人才准备上开始抓起来, 中国改革开往的,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科学教育,教育就是从改革开往,没有这个英零的一个决策,也没有我们上大学的机会, 所以没有人才就没有未来的建设国家的情况,人才强,国家强,所以拜登总统,你今年八十岁了,我看见你越来就每一天都在衰老,所以我有很大的沾一桌,就好像沾一桌,我感觉到我自己也在衰老,我今天的牙就成了这么一个门牙老, 我今天没压着,明天我这个腿脚就走不动了,所以我今天能够说的,能够说的话,就是说我们是兄弟同心了,新年的心,只要我们能够联合地起来, 叫同心同德,就叫齐力断尽,一加一就大于二,一加一就大于三,大于四,大于一,等等,我们就可以办大事,我们就是,我就是中国西北大学,等等校委会的大华府的会长,我们就是西北大学,西北大学的最强的系,最强的系就是数学系, 我们当时,我们叫最大的系就是数学系,我们的数学系,肯养了很多,我是当时数学系的学中会主题,中国搞那个航天导弹发射的,副总指挥,叫朱明财,就是我的同学,搞导弹跟踪的,我们班有五个同学,分到了导弹跟踪,就卫星发射,导弹跟踪,搞数学知识, 这是第一关,基础科学,我搞的是什么,我毕业以后,我搞的是那个,搞的是那个,GCboard,就是印刷线路板, 印刷线路板那是什么,我叫做设计线路板,就是设计线路板,就是过当年的印刷线路板,就是现在的芯片, 所以我是这个IT,就是美国培养的这个IT工程师,也就是芯片工程师, 后来我又参加了美国这个,到了水谷工业区,又参加了这个中美合资呢,我们是原来是和了现场公司,我是中红电阳厂的厂长, 后来又参加了美国这个APCN,就是工业似体和化工体,这个联合公司, 就是Air Presence,就是这个公司,就是美国的上市,跨国上市公司,这个合作者, 我是中方的总经理助理,所以呢,我这个管理工程师,我这个流程管理, 美国这个流程管理,这个都是和美国人学的,所以我是美国的学生, 现在回国上来,中国有句话叫,师不必不足弟子,弟子不必不足师,学而实习之,有逢是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闻,不亦君子乎。 所以说,我们就说,我现在学生跑到老师家门口来了,斑斑弄鼓来了,你不要去生气,后来者披上, 中文有句话,清除以来而胜以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现在是美国的后浪推前浪, 我是美国培养出来的学生,美国培养出来的经理,美国培养出来的英经理,还去英经理, 我现在反过来,我美国人老师来说,你现在的日进,你现在不进步,你学习不进步,你就要落后了, 逆水行动啊,不进则退,所以说,我这种跟拜登总统啊,解放拜登总统的思想, 也就是老弟啊,给老哥啊,给老哥来烧心来,给老哥来建议来,给老哥来出息传心来, 今天我戴着这个帽子,因为你现在是执政者,你今天你不去做,明天我就戴上红帽子, 我就要动员未来的美国共和党的领导人,共和党的总统, 川普也好,还有什么,哪个总裁也好,我就要动员他们变成第二个, 一个总裁也好,所以我在美国的使命,只要我活着,我生命之心奋斗不足,鞠躬正翠, 一业活着就要,我来探讨这个中美关系,如何搞好这个中美关系,如果有一个西北大学家, 一个老学生,能够如此诚心诚意地帮助美国,我们还有十几个, 我们这里还有十几个,还有几十个,这一个人就够了,可以改变世界, 这一百个人可以改变几次世界,一个人就是一个原子弹, 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解放拜登的中美关系,什么一个重要性, 中美关系搞好了,世界就搞好了,中美关系是世界的静海神针, 中美关系搞好了,这个叫做,这个总统之间的关系叫做复活生三, 就是说,这个中美关系能够搞得好,天下就太平,世界就稳定,人类就幸福, 人类生活就稳定发展,任何通缺与党,我们人只要团结起来, 风雨从舟,就可以行稳治稳,就可以乘风呼浪, 抵立前行啊,这是我们的历史,证明了我们自己的, 我们今天,我们过去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未来我们还要走下去, 我们相信自己,也相信这个人民,大家一定能够, 东美人民一定能够团结起来,一定能够走上合作, 共赢这个道路,一定能够优势够, 中国的优势在于自主教育,自主建设,特别是受理化的这个资源, 培养成了这样的资源,所以我们号召美国的孩子们, 要多学一点中文,多学一点受理化,给未来的打开一个基础, 给未来的国家的建设的需要,准备练好基本功能。 你看看那个,中国的孩子很重视教育, 美国的孩子,美国的家庭也很重视教育, 大家的教育就是未来,教育未来,我们基础上搞不好, 我们就对未来,我们就是未来,得未来就犯罪啊, 我们就善良不正,我们这个老头子,我们现在的老一辈, 不告诉我们的政府,抓好教育,抓好基础,抓好学生, 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孩子,对不起美国,对不起我们的, 为了这个建设美国,开拓美国,而牺牲了这些和斯福工程, 过去的一个中文,开创美国,中美关系这个世界的核心, 为这个世界流血流血,牺牲了人,这是我讲的这个前男, 那么另外一个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主外, 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半角石,我们如果把这个半角石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动力,变成一个趋劾,变成一个,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 中美关系这个战胜兵,变成这个这个,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中美关系,变成排头兵, 是吧,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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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是中國台灣人,我就提出來,不要去,你自己去找這個對抗,不要去對抗什麼,不要去對抗這個聯合國憲章,不要去對抗聯合國,聯大的2752決議,不要去對抗,跟自己說自己的弄言,應許之地,台灣是美國的應許之地, Permissland,Permissland,台灣人呢,就根據台灣關係法,Permiss people,就把台灣人,看成這個美國人,把他們拉到美國來,不多一算,避免去漲和,不要去挑釁一個中國的人,不要去挑釁中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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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這個,結束内戰,兩岸之間的關係,是戰終關係,兩岸關係現在是內戰關係,兩岸的兩岸,改變現狀,就要改變現在內戰的這個現狀, 这个内战现场有没有结束 其实三年了 两岸内战没有结束 两岸内战是台湾的蒋介石考取 蒋介石代表的是国民党 当时共产党挑起两岸内战 一直打到现在 所以这个问题是内战问题要改变内战的现状 不是维持现状 布林肯说改变现状 现在就是要改变现状 邓表平说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军 这个是个逻辑上有个舍本求末的问题 逻辑上形而上也是错误 他依靠的是当时他依靠的国民党 因为依靠的是国民党 依靠错误 依靠依靠法律 依靠联合国宪章 最大的障碍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民进党 而是美国 所以更新民主党反对美国干涉 也对也不对 解铃还是吸铃人 美国问题解决了 这个问题外部的势力就迎刃而止 就是钢体募章 人员工部现在找到了 我们今天就是干什么 今天就是和美国整体一起来解决台湾问题 解开这个中美新西党的障碍 解决我们这个的半角石 解决我们中美关系当中的正式炸弹 這個問題解決了一切的 剛舉目彰 明明人而止 唯有源頭活水 只有美國政府這個源頭 這個 俄美關係這個 在裡人戰爭 包括現在將來這個這個美國這個 是不是 將來臺灣是不是變成武海蘭 就是一面之差 就拜登總統的一面之差 習近平他不完成主義 他今年 他早 他就應該在2022年之前完成 他當然兩屆 他的認知到了 他為什麼不會不完成 他不甘心了 他現在2022年他下臺 他不甘心了 他沒有完成國家主義這個性命 他沒有兌現這個 國家一定要組一個任中道遠的任務 所以我們要將心理性急 為什麼習近平要爭取連任 因為他沒有完成任務 法這個職責是什麼 在人內必須 職權法是什麼 職權法這個權力是法律授予你的 國家主席的授予 國家主席的授予 國家主席的授予就是要統一 完成國家統一 統一是第一位的 沒有統一就沒有和平 鄧小平搞錯了 先有和平 後有統一 這個 中國國家的統一是先有統一 後有和平 戰場上得不到的事情 參辦桌上永遠得不到 所以鄧小平這個路線呢 叫做捨本求末 先把國家建設 然後再重新 這個邏輯順序 程序 他是監調過來的 那麼今天有一個 習近平為什麼二十大要爭取連任 他有一個緊迫感 他有一個使命感 一個責任感 這國家主席這個變段 他沒有完成這個使命 對不起黨 對不起人 對不起這個提示啊 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並不是他要當皇帝 他如果有了當皇帝的思想 那我們這個 這個來講呢 中國人員在全國共識 他必須有這個使命 完成這個使命 正向你一個國家主權 一個國家忠權 你要完成這個國內權和平的使命 你不能完成這個使命的話 你這個中期環境 你就成為一個別角的東西 所以習近平的第一個任務 除了把這個四個艱難化 把這個左腳的屏幕插進去 第一個任務 最重要的是 有四件事 第一件事 最重要和緊迫的 就是主義 先統一 奧夫人 然後再有一國兩制 商量怎麼解決 統一的方法很簡單 解鈴還去吸引人 就是落實聯合國憲章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國就是中華民國